環球唱片公司在無預警下 星期二大裁員 一班唱片宣傳部的工作人員 突然接獲公司通知 為數約有8人全部即時離職 其實環球唱片組前曾透露 公司將會重整部門 不過由於事出突然 旗下的歌手亦完全不知情 部份歌手亦對消息感到震驚 前華亞高層陳志光 自去年11月入主環球 出任環球音樂香港董事總經理 他向我們承認裁員 並且解釋早在今年年初 集團作出全球報告 已經提及會進行加救整合 但因為當時臨近農曆新年 裁員一試才延至現時行動 他強調公司會繼續有其他發展